好的觀眾歡迎回到 盧氏戰機亞太區大師職業賽 我是建築姆媽媽 我是賽平氣斷金 本日賽事是由三菱彼此必須Motors獨家賺助 Drive your ambition 朝職業夢想前進吧 只要持續向前沒有到不了的地方 跟著大哥自走 剛才這個有沒有 那個上半場那個 那個阿發坐在這邊 一起白那個我是可以唸的啊 其實你是可以唸 其實你剛剛完全秀了一首你知道嗎 怎麼說 就是翻譯完回來 我看到阿發是完全迴避 任何翻譯的話題 然後沖哥啊不是沖哥 他用了一首 用了一首那個 那個誰人亡打不餓的那一招 就明明零四發球四次就結束 他硬要那個那個 財經幻化的絕招 假裝沒事 就是好像要這樣子就帶過去了 對對對 超加po 結果還是你專業 不是 因為我跟你講很簡單 如果說呢 就是 呃 該怎麼說嘛 就是如果剛才我也是 呃 怎麼沒有我們沖哥這樣子 兩天四一英文版刷丑人貼讀 對對對 說什麼 怎麼兩個書也沒讀好的在這邊這樣子 對不對 他們的金像煉雷是不是藏在裡面 對不對 類似這種概念啦 八加九英文啦 對所以呢 我就怎麼樣 我還是要稍微 會把我一些聽的詞會拼撞一下 而且你 你一講出來 嗯 高下立判 哦真的嗎 其實我也沒有說聽的 就是 我知道我知道 很懂 但是 但是大家知道 因為他有提到幾個關鍵字 嗯 什麼 nervous honest 那種的 哦你還 我以為你專門講什麼 iou這種詞 沒有沒有 你講的都還是有點內容的東西 然後 然後講說什麼 light up嘛 就是開大的 他是 他喜歡他拿到一個不錯的這個 直接來up 啊 對對對 然後就 就是你就是那個 音聽是 抓專政 關鍵字抓的挺好的 對 然後說什麼 season 2嘛 啊 可是我就不是很懂說 這個下一季是 有什麼樣的一個火花 還是怎麼樣子的 什麼啦 你要什麼 哦 好 你繼續 所以呢 剛才那個 我不知道 你這邊 你還記不記得他講那個什麼 他說什麼 再預祝你的這個第二季 可以 稍微 什麼 表現好一點之類的 可能就是季後賽吧 啊 maybe 跟觀眾朋友們解釋一下 剛剛就是 阿發東西沒拿走 所以他突然衝進來 不知道為啥 然後很不好意思 很怕說 啊那個太 就是有 打到聲音 對對對 所以他在那邊直接 那邊比了半天 也看不懂 大家幹嘛 第一個字 第一個字 一群 一群大象 一群逼字 不知道在幹嘛 直接給他 有時候我覺得這樣 不要客套 也不要客氣 不要客氣 沒有 因為其實 老實講 你 其實你來 這個怎麼講 就是 對於盧石圈來說 其實我 我真的也是覺得 可以跟你一起合體 也算是我的榮幸之一 蛤 為什麼話題突然是這樣子 因為我老實講 以前大家都很小心 就會覺得說 大家會怕有人就 就 就被罵說很隨便 什麼的 但其實 你來之後把這個東西 氣氛算是調整得很完整 你是說 我來又很隨便 所以現在隨便是沒關係 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你就這個意思 你來如果太隨便 那麼你就是準備 挨到不能播的那個 但是你怎麼樣 你在隨便之餘呢 告證明了一件事情 我專業的東西 我也可以給你 有沒有 該給的還是會給你 有啦 有 對不對 但是這個隨便 也不是說只是為了 我們很輕鬆 我們好像都亂弄 但是怎麼樣 這個隨便是來自於 這個比賽的氛圍 讓大家觀看的氛圍更好 是 是 對不對 感謝 感謝 就各種 我覺得這也有別的故事 像是你 我就很納悶一件事情 我真的要講 好 你說 如果那時候好了啦 的時候你已經來了 就不會有那一波了嘛 喔 沒有沒有 如果好了啦 我在的話 我應該就也沒有我了 你就是 你以前還是選手 然後你跟大家都熟 然後你的實力水平也都還OK 那你還能留著 好了啦 我跟你一起好玩 欸 阿嬤怎麼不見了 阿嬤是不是又被換了之類的 有這麼誇張 直接就是 又不是選手 又沒有什麼成績 還敢在那邊跟人家好了啦 你是比二哥強你 不會 你上去打啊 嘴三 我有跟二哥後來有拉一個通話聊一下 就是他也還就笑笑的這樣子 對好 不過我們這邊重點拉回來 這個 這個對局基本上 很接近五五開 但是我 我自己 我自己啦 覺得獵人還是好一點點 OK 因為 畢竟有制射 然後也包含說 前面在法師空過時期 獵人要什麼 翻一個洞伙伴 然後再加一個那個 秘書射擊嗎 那個叫什麼 就是是非那個 標記射擊 對不起 你昨天好像也問過這個問題 對對不起 所以我很內 但是就是 搭配這個 那個八點傷害第一波 其實要補到不難 像這邊就很積極直接硬貼 待會你這邊真的 居然我怎麼樣 我三加一 是不是又有高機率拿到一張 一樣的這個 三貓 對 四四碼對不對 所以 這都還是蠻好處理的 真的 他如果真的不想賭 那麻煩再起一次三貓 然後更確保你後面有機會就是 一直抽然後一直解 一直抽一直解 時費準時變 有結束 是的 獵人這邊絕對不能斷到 他的這個任何一 TEN的一個節奏 沒錯 你絕對不能做類似空過的舉動 嗯 所以能先不吹就先不吹這樣子 對 一定要先有辦法壓怪 這邊就很可惜就是沒有辦法 WOW 還沒有辦法先做到那個 阿薇先撞頭 嗯 不過現在還是可以應對 現在這個檯面 這個森尼狼進得漂亮 嗯 不然其實給 法師拿到牌也是一件很尷尬的事情 對 這邊鏡像其實 要是沒有這森尼狼很不好度過 會給LUNA表演 那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隨著剛剛那一場 TILER獲勝的情況下 TILER基本上是很穩OK 我有沒有講錯啊 其實我 我不是很確定那個 沒有 你現在 你看這個表 現在上面這一塊 TILER輸 我們 我給你們這張表 雖然 不是這紙 這紙為什麼這麼小 是哪個 沒關係啦 我只是怕我講錯 就是 現在TILER輸的可能性 通通都沒有了 我們只看TILER獲勝的可能性 那 就是如果盪要進 倒就要贏 那 成泰要進 成泰就要贏 現在就是這個狀況 嗯 Glory等一下就算贏了P解 按照我們 這個Tiebreaker 算的部分哦 Glory贏P解 你知道加幾分嗎 加兩分 因為他影機被吸光了嘛 對對對 欸 什麼意思 你說誰的機會被吸光了 這個 就是 難說啦 Petro那邊已經 這個分數已經一點不剩了 對 基本上很難打回來嘛 不過 有一個重點就 那跟我講的一樣 就是 Glory贏 然後TILER還要輸 所以剛才那個 聰哥那一刀 對對就是 基本上就是打斷了Glory 沒錯沒錯沒錯 對嘛 然後就是 就是 這邊寫的像是TILER贏 又或者說誰誰誰輸 TILER可以晉級 嗯 但是然後另外一邊是寫DOWN贏 或是誰誰誰 額外都要輸 那 DOWN這邊就真的就像你講的 他的第二個條件不存在 是的 他只剩第一個條件 是是是 所以現在就是看這一把 但是這邊 做到了一次 這個 雙鏡像 然後叫了一個海巨人 就是卡德加鏡像 開兵 這是獵人最頭痛的一個回合了 這裡有點開上線了 嗯 對 哇 口袋銀河 不過這裡肯定是希望可以持續加壓的 那就一個優勢交換之後 切兩次吧 直接把檯面做滿 這個有點誇張 這個有點強 哇 又來了 大 那就 我會想把那個6-6切掉啦 就再切一次看能不能再來一個更好一點 就是不要期待他給的東西 因為現在好像真的也不缺那個 就是一直去叫額外的 對對對 你直接切一個質量更大 搞不好更快收關 你直接光靠你自己的檯面 應該就可以把它擰掉 嗯 對 這邊 鏡像這一波 其實到前面 先解掉那一次鏡像 陳太這邊都還OK 但是這裡卡德加鏡像 又剛好有吃到這一個海巨人 真的很不舒服 不過這就是 這地方誤開的 你快 你贏嘛 然後我只要頂住就我贏 所以這個對局現在變成這個樣子 是 但對於獵人來說 因為現在有這個口袋銀河的存在 只要你騰出空間給我口袋銀河 通常打到後面 獵人是撐不到珠惡金的 沒錯 都直接被你做一波就倒地 但這邊其實也還滿可觀的 這個傷害 嗯 這邊是可以硬做的 就是 你看要多瘋 看他要多瘋 他沒有罪瘋那一種 我剛才在想要不要罪瘋 你的罪瘋是指怎麼瘋 直接那個吧 就是右邊兩張不是兩張E嗎 然後過兩個牆嘛對不對 然後直接再搭配那個E 就直接可以 就等於說可以大概T6點傷害在臉上 就是剛剛能踢頭的 應該留著踢頭就對了 你跟他setting是這樣 對 因為這樣子的話 會至少有一點 知道自己的目標在哪裡 嗯哼 對 那這邊有一個卡雷狗斯 因為這邊好像再怎麼講 好像都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對 直接切兩次了 你是應對不完這些大怪的 嗯 那最不想浪費卡雷狗斯這個效果 就是按這個口袋銀河 因為其他法術都 CP值不高 嗯 那該不會發現個飛串 喔呦 近火風暴很接近 呃 但鏡像好一點吧 如果 嗯 因為他這邊還是 費還是太貴了 鏡像然後給鏡像刺香蕉嗎 你覺得呢 我思考一下 你思考一下 你思考一下 OK 欸 可是 好像也不用耶 好像也不用 因為這邊可以 兵切點 喔 他要這樣嗎 我覺得 OMG 選擇很多 只能講選擇很多 他想要先拿東西 哇 這兵住宿還可以 點掉他再過一張 那我覺得 呃 好啦 我個人不喜歡這樣打 嗯 OK 理由是什麼 理由是因為他生理狼剩 只這張沒了就沒了 嗯 因為前面爆過一張了嘛 所以我不會太care放狗的事情 我也不想要拿法術 我應該是直接切掉點一隻 我確定我不會死嘛 嗯哼 那應該 我覺得我那樣應該是最好 就鏡像還是會做 然後那個生理狼處理掉 然後就切起來剔頭了 也不用特別拿什麼法術 很簡單 你看現在剩一顆嘛對不對 就把最右邊那張二拿回來 多切一次 重點重點在於說 那個生理狼沒有了 所以不會被放狗 嗯 就你最害怕的事情不會發生 這裡要拿擊殺了嗎 選擇是擊殺 這邊有李奧克嗎 並沒有 再下一個三貓 可是 如果下三貓 這裡可能要自殺 就是他要設法去把自己的那個 換光碟自殺 看能不能秀一首最秀的 要秀啥呢 關鍵他是 他剩下的費用也很少 拿個背叛吧 我覺得 如果他能夠一直拿 再拿正義衝擊 也挺過癮的 嗯 假設又有得死的話 不過他沒有這樣選喔 不過這裡這樣子 這樣玩喔 這樣玩感覺也蠻 蠻危險 來看一下那個 這邊是可以直接贏 這樣子過牆 然後香蕉吃起來 天生戒就直接帶走了 都可以 不用到切對面 這有點沒辦法 卡德加那一波 真的完全跟那個海巨人 把節奏拿走了 就法師開上線啦 對 然後同時那邊也壓了一個冰角 就是天時地義任何 正常來講 就是 我鋪場 什麼都沒有防禦 對 沒用 然後我只有防禦也沒用 然後我鋪場加防禦 正常來講也還不一定有用 再加你的 這個反制手段 因為你還加了一個冰 的時候 你剛剛那一段其實可以帶一點情緒 真的嗎 直接教學 就是鋪場 贏得了嗎 贏不了 那鋪場加防禦 那防禦贏得了嗎 贏不了 那鋪場再加防禦 贏不贏得了 敢問閣下是 那就是說 OK Glory 很可能之類的 Glory 為什麼他提到Glory 你現在是不是沒有get到我的梗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 寒慘嘛 寒慘嘛 沒錯 很寒慘 當然啦 當然 不是啊 那我其實還是覺得他還是很可惜的在我心中 哦 你說Glory是不是 對啊 其實他 就是因為他尾盤拉得不好 其實否則他機會原本是很高的 剛剛就像一拳 被那個沖哥 一拳的 把所有事情打碎 還在RBS 是啊 你好像很陶醉在他那一拳 當然啦 當然啦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再回來 前進 是一種本能 走向更遠 走向更好 讓自己成為 你想成為的那個人 去探索 更多的可能 只要你繼續向前 世上沒有 到不了的地方 是 敬佩 你的想法 本名叫劉偉傑 遊戲ID叫學習 然後我有 twitch Facebook 拍偷胎的ID其實是 好像是朋友幫我取的 因為 那時候 就是想要一個酷炫的英文名字 然後還是幫我取之外 我才知道 原來這個叫念學習 我如如斯最經典的回憶應該是那個 世界賽奧斯卡跟泰斯打的那一場 就是打冰法 內戰 就是兩邊打的幾乎也是水生活的很感動 我最喜歡的大師職業選手就是RBU 因為我是看他比賽 才 看到有點感動 我才喜歡上這款遊戲 對我而言成為大師的話 就是代表說 我在這款遊戲中我被認可 我會繼續努力 ACT élect vision Hahaha ود 阿 翻牌在獨屈屈 威脅世界的和平 英雄在哪裡 当些威胁充电而强 我们到底该找谁来帮 会别的才选择打听 要踏出乘风的孤母 在装带发会无疲变 传说中的英雄就 欢迎来到炉石战绩亚太区大师职业赛 我们的观众欢迎来大师职业赛 现在1比0 你现在就是开头回来 不管要工伤你都只有负着点头 我回笑 打个身招 因为我怕 工伤打到话的话 不会啊 我看你们刚刚那个也很尴尬啊 你们刚刚那个工伤基本上算是 负面工伤 就是跟刚开季那几个比起来 大概档枝是差不多的 刚开季 这一季开始有这个工伤之后 有几个基本上档次跟你们是一样的 例如 就是罗杰啊 或者是小明啊 除爹啊 他们工伤的时候跟你们一样 都是没有走心你知道吗 你们没有跟我一样就是跪舔的那种感觉 跪舔 因为毕竟该怎么讲 那个 那个血信已经出来了今天 今天有点血信 为啥 我感觉到你今天是有点 就是有点东西 怎么样有点东西 就是 就是 跟平常你不太一样 昨天没睡好 昨天没睡好 昨天大概只睡了多小时 早上五点就起床 想说那我还要睡吗 结果没睡就下午四点 真的假的 我已经很久没睡好了 好累 你知道吗 我已经很久没有 自从开始播如是之后 但今天 所以刚才在跟那个阿发搭的时候 其实也是 就是比较谨慎一点 因为很久没搭了 可是因为赛前的时候 其实我是很放心的 因为你说你跟他是非常非常 当然啦 当然 虽然说或许我们你看表面上 那个 就是我们可能不会 有特别的那边虚寒问暖 但是如果 有什么事一定到 一定都是 另外的方式 就是绝对不会缺席的 当然当然 一通电话就 摩罗拜就起起来过去 肯定 肯定的 怎么就是一挂的嘛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 当然应该会拿出 他抗快的背边 果然是已经看到这个 刚刚有换牌前 有中场拾荒者 这里有竞争堂保镖 就是他的第三套背牌 把口袋银河 大法师 哈里逊 这个 狐杀者 还有 Luna 都把他拔掉 好 那陈泰这里 目前来看 应该不会换成第二套 应该是正边续打 理论上是 那可以稍微分析一下就是 法师这边这个换牌的 动作很明显 他想要更 更夸张的去扛 更扛 更扛 惩罚这个铺场 对对对 那也就更扛嘛 哇 这边直接要 开镖 嗯 不过从承担的手牌上看起来是 不太舒服的 我来看一下 我来认真看一下 他换掉什么 因为 其实他放这些啊 我自己觉得在打猎人 其实没有非常的 就是 对症下药 嗯 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正常来讲 你多放什么 你没有办法阻止猎人开上线 然后猎人基本上 也不一定能阻止你开上线 所以 这个对局其实蛮接近 有时候 我自己在打的时候 就是 前面前中期 只要没有被发生 做到太夸张 然后后期 就算有两支到三支 我吃一点伤害 我可能随时就有机会变了 或者说我可以 我可以再去做别的事情 那也包含有一个 很大重点是 你有些人现在开始有放印记 对 那就看你自己怎么取舍 那当然这边是没有配 所以这有可能 也会是一个关键 就是我自己打 我感觉好打 但实际上 他的这个带牌不会好打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 那我来看一下他这边 气掉的是 有人目前看起来还不错 一个抽元素的嘛 对不对 然后你刚才都大概念一下 然后比较关键应该是 安东尼 哈里迅跟口袋 这些打这个猎人真的太重 就基本上 这个对局用不到的牌 我这边拿得不错 你是指哪一张 中右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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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时候你射不一定射得准嘛 那如果说你66自杀完 或是什么 稍微有大哥大的 稍微送一下 那补伤害还是很厉害的 然后你的冲刺又多 所以这个可以取舍一下 我要换掉吗 这样子就 通常这个节奏打到这里 法师已经开很大很大了 你没有任何给到 台面的压力 会吗 这个对局 我自己比较倾向 是要用撑的 你都要猎人这边吗 我觉得几乎撑不了 我是觉得撑不了 你说在那一个run 还是会爆炸是不是 你前面没有给到压力 其实没什么 你撑了也没有什么用 变身那个回合很厉害啊 10回 有点太远 有点太远 有点 你变身完 你台面了不起 好给你强一点 4个55 然后一个动物伙伴 可是我不用10回 我直接切一波 我就是一排88 然后我还有冰台面 就是你变了 我都不一定会被你翻 所以就要看卡德加那一波 什么时候做到 所以这是 但是目前我讲 他的过牌 刚刚密法智力已经 过得开心了吗 然后拿到东西又多一套兵 所以其实 东西是很足够去往后打的 现在再看下一张 因为这把我觉得 比较尴尬的地方是 他比较没 这个陈泰真比较没有得选 对啊 因为他感觉真的是 只能好好就是 打慢那边了 对 就如果能重来 他也不会希望 长这个样子 节奏是长这样 没错 他能够 当然我们不要讲最好的 中 连中间都已经快要没有做到了 嗯 他在那一个回合 TEN3吧 去被迫要去按那个最终 因为没有更好按的 而人家却可以丢一支这个 Sneed Snap 所以 法这边 所以刚刚Bloodchild 他那个动作 完全能够 陈述一下现在这个状况 是 他很不舒服 而且 其实 其实我还是有点不习惯一件事情 你说 你看 就是以前都会觉得说 以前Blo3慢慢打 还有机会 Blo5啊 现在这把已经 就是不能再退了 嗯 对不对 再考虑要不要裸丢这个巨人 如果有的切这边 应该 很难不直接切 嗯 对 因为你现在也才 如果假设有切的逻辑很简单嘛 你这边也才6 你要等到多久才可以 直接做到双切 嗯 那这 真的没必要等啊 那这边 喔 死荒者也不打算动 他一定要 优势交换到东西 他还不要换这个小猫 可能怕被冲 冲掉之后制射就稳了 嗯 对对对对 所以先躲 这样子就是看能不能 可能可以扛一刀嘛 OK 他有防一个但是 我这里也是不严 这两次 有 但我有防到但是 Blood Show的第二个是追踪找来的 我直接告诉你啊 没事啦 我也没靠晒 嗯 对不对 一个心灵上的安慰 你说我只有一张毒50 然后我把你白巨人射掉 就是你 你如果在打梯子的话 我在你对面这样子按 你按一个 你可能桌子已经敲下去了 然后呢 第二个又射出来了 第二个射出来的时候 你什么样 你扳手拿出来把桌子修好吗 OK OK 对 心态就不会崩吧 这个很明显是 你也没有怎么样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那肯定的 那肯定的 OK 这边花式解 然后养一波 可以 而且刚刚一个急速冷冻已经看掉了 两个五三 但 但对法师来说 养土狼本身不是一件很害怕的事情 最伤的是 刚刚他的 切的目标没了 是 然后这时候切进来 那这要切 对面的吗 应该是切自己的 五倍的CP值很高 嗯 是不是 随便都有一个很大的66 嗯 先忽吧 哇 这样其实蛮有搞头的欸 其实快打回来了欸 那肯定的 就从刚刚那个双制射那个谁 两边都高手过招 你有防 但我让你 防不了 这里 选择也是挺多 3 2 1 3 2 1 然后 又或者是 犀牛 可是 好啦 也还可以啦 应该还有东西可以直接Buff 就是直接加3加3 这边直接找 哦 等一下 等一下 有点想要拿加 因为他如果这个不拿加的话 好像什么都 就是都还没有Buff过 哦 选择是撞完 再重新把他养大 他把戏也拿掉 然后刚才那个也没有用 嗯 两者的差别是什么 一个是 他马上可以去做台面加压嘛 就是如果三猫的话 但相对的就是 这个加压其实很容易变得没有意义 这个我自己也是不太 觉得不太热剑的意义 这一手啦 因为你知道切还要一次的 嗯 所以你那个真的做的135 这边很有可能就是吃一切 对 啊 打的如果 再够细一点的话 你还是可以先把另外一只野兽也解掉 然后你再切 你就不会有再 那个土壤重生的问题 之类等等的 嗯 那 呃 第二个重点是 你选那个 三猫 因为你待会很有可能要变身了嘛 所以你那个动物伙伴就少一张 或是家家也少一张 对 这是要考虑的问题啊 所以我自己 还是倾向于 这个 就是多去累积一些法术 我觉得多洗一张是一张啊 如果 是像你刚刚那样讲就好 就是只是 只是被切 嗯 就算了你知道吗 关键现在还被秀了一波 对啊 这波还被秀了一个用满手牌 就 对啊 这 刚才 被切结论来讲都是非常好的结果 对对对 跟现在比起来被切已经算很能接受了 但是我只能讲说被切刚才那个还可以就是稍微躲一下 嗯 躲因为 那个真的是 就是以知之讯嘛 嗯 对啊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稍微 就讨论看看的东西 那这边稍微开始测一下 好 法反法按钮都测完 然后再射一个分离幻象 也不是 我觉得陈泰刚刚那个选择无可厚非 就是 当他知道他 这个台面 土狼 还能够威胁你 我不保住这个土狼 以他这个 禁牌 因为他已经忽完了嘛 是 他只能去 等右手的话 他不能让这个台面直接送掉 当然最后还是被对方 了解 我只能讲就是 了解 对 因为他只要一旦放掉 就 再拿回来的几率就很低了 就主要还有一个很大重点是看他想要往哪边打 嗯 哎呦 这个静火风暴 也是有点东西哦 我把星界列系给的垃圾都甩一甩 又有一个放狗 三只 嗯 犀牛 不过这犀牛是 雷斯托 我这边有测到 企划 哦好像很难耶 因为如果待会变的话 那个时候会有很大的台面压制吗 如果对面有台面 你有很高的机率会有一堆狗狗 可是那 就只是一堆狗狗 对 就一堆狗狗反而是很不好 因为他放狗已经放两次了 对啊 因为正常我们都会希望说 就 就 基本上拉最多拉一次啦 嗯 对啊 那不然第二种情况是什么 是希望说制射发现在前面一点 你至少可以有机会先把东西射一射之后 你再 你再开始 那个 五五开始叫啊 动物伴开始拉啊这样子 嗯 那这边 剩四张太酷了 释放野兽什么都没做过啊 动物伴也没做过 对 所以是竹尔金 释放野兽 凶暴狂狂狂他是两张的 弃了一张 弃了一张 弃了一张嘛 所以应该还有一张 然后动物伴弃了一张 对 所以就各一张 呃他六是一张嘛 六没有弃掉嘛 对 六四三各一张吧 如果没算错的话会长这样 嗯 还有什么武器吗 没换嘛 所以武器是不是也还没看到 那这样张数不对啊 那刚才第一张追踪要看他 我又忘记第一张追踪掉了什么 嗯 对 哦 动物伴有掉一张啊 那应该是五 因为动物伴他有翻 翻一张出去吧 对啊对啊对啊 那就是四二 就是这个加加嘛 嗯 加加跟武器 然后还有六六冲 还有朱尔金 对 哇 可是这样的朱尔金 其实非常不强哦 他还要 就只有结场没有战场啊 一定要腾空间去做 那个 等一下最好就是六加四 出来然后去解掉 然后占一只大的 然后再继续打六 然后再朱尔金 上帝斯角也可能来不及了 嗯 这边直接开 下一回 你基本上这边没有 等一下没有转上来 把东西全部射一射 有点凉了 好 这对一个受伤的目标造成 点伤害 对啦 不过你讲的也没错啦 他也 他最好当然希望是这样 可是 台面要爆开了 对 哇 到最后是二比零 九杠六的晋级到季后赛了 是 这场怎么感觉 大家就稍微开始认谨慎了一点 我觉得这把他就是 手牌够好 支撑他 花式 秀歪 没有 那一手 我觉得可以 结果来说没差 你知道吗 只是就是如果说 可以讨论一下 他会发生什么事啦 大概是这样 那个其实老实讲 你说他上肢脚也是 那你说那个要不要做 其实也都各有千球 因为 那边如果去做其他的两个 你动我们要赌 你要赌 要翻到对台面 立即有效果的才有意义 那 加加的话那边台面截不掉 所以你看要把你的战线 拉长到多长 然后 你如果把那个加加往上顶的话 你后面 因为结果论来说是 我们上肢脚看到法师都没有大怪 对 但千万要搞清楚 如果 法师下大怪 然后另外一边猎人 因为他加加 所以把他的这个 结场法术洗掉了 就是可能 排序打乱了 嗯哼 结果他抽到一个东西 可能55的那个土壤拍下来 哦 会走到天边哦 会直接被优势交换完 88撞55 然后直接再切 对所以 这个东西就是 他有点上力四角 这是 这是绝对会 绝对要强调的 是这样子 绝对要强调的 所以就也不会说他打得 就说啊怎么 他就是选这边啦 就是选土狼这边 不希望 这一个 大怪让你搞不定 所以他是想要是这样 我觉得他的战略就是 那边解掉 然后后面抽到6 所以就射几加那个6 这样子 嗯嗯 然后自射 这样至少台面先扯起来 嗯嗯 就很可惜那个 太慢 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管我都再回来